今集嘗嘗豐富美味的海鮮拼盤 又會分析歐債危機 百年度意大利和西班牙 Dicky Kaka 英國有個研究 人生只需要五個朋友 不是吧?那麼少朋友? 沒錯 一個是需要工作層面的意見 一個是生活的萬事通 一個是外來談心事的 還有愛自己的 還有最後最重要的是 就是蔬材仗義的 OK 那你這樣告訴我 有什麼含意呢? 我在想你是輸我 所以你想告訴我 我是屬於其中之一種 還是五種都不是 我想你駕車邊 應該都算是我的 生活萬事通 有什麼都要問你 那生活萬事通 這件事呢 我都不敢當的 我都是帶你喝喝吃吃 酒肉朋友 那又差一點 那我也會介紹你投資的 隨便吧 就當著酒肉朋友 因為整桌都是 美味的海鮮 我真的不介意 做你喝酒肉朋友 而且會喝吃吃的 酒肉朋友 是很難找的 看到你今天帶我吃到 這麼豐富的海鮮拼盤 是吧? 嘩 真的看到都為之 很開心 已經暈得一陣陣 那一隻 來到這間法式小賣米之尼 推介的這間餐廳 看到這個這麼大型的 我用大型來形容 這個Cifit Fletcher 其實很多的食材 都是來自法國 即是配合這間餐廳的主題 嗯 看到有很多種不同的東西 想問一下海鮮評判 有沒有先吃哪一隻? 其實都沒什麼所謂 你真的想吃哪一隻 就吃哪一隻 不過這樣 看到這麼多的海鮮 的確有些都想介紹一下 平時可能會比較多 是科士頓龍蝦 不過另外有一個名字 就是Main Lobster 或者這個法國的麵包蟹 都很出眾 很大隻 這個青口就熟熟了 用白手煮鍋 都是澳洲來的 不過呢 這個帶子是Cifit 哇 你看看多大隻 很大隻 先做一隻給你試一下 新鮮的帶子 你看到連學的 師傅更加是戰過 所以真的 看見兩邊都勒過下 沒錯 不過真的要介紹的 就是這兩個主角 其中一個就是Gilardo的蠔 蠔 其實這個蠔 在我眼中 和法國同學Belan齊名 不過講到Gilardo 你知不知道 這個本來不是蠔的一個品種名 這是什麼 其實原來是一個家族的名 原來1898年的時候 這個家族 就是在法國的西田 發現了蠔的品種 他大使去宣傳 做得很好 也因為這樣 最後這個蠔的品種 用了這個家族來明明 有些法國人家說 Gilardo其實有點像 皮具或領胎中的 愛馬士 很厲害 一說Gilardo 就知道蠔中的品牌 你說這個朋友真是不可以做 懂事間又可以學到東西 應該 生活萬事通 原來就是你了 是慢車邊 這個朋友 這個很好吃 說到這個蠔之外 一定又要介紹一下這隻蝦 這隻蝦 這隻蝦在香港真的很少見 法文就是Langostine 其實跟Skampis有點像 它的蝦身很大 還有很長的腳 其實這個也不是腳 這個是鋼 樣子有點像龍蝦 你說不可以 對 這麼大隻 這個很厲害 首先殼很硬 但肉質非常鮮 我先給它放在這裡 待會要蘸這個Skampis來吃 簡直是無語善之 不過這麼漂亮的Skampis 當然要搭配白酒 對 對 因為吃海鮮最開心 就是那種鮮味留在口腔裡 這個白酒雖然年份比較新 不過它的葡萄品種 法國來說也是很普遍的 就是 Sauvignon Blanc 比較清新 也是很配合海鮮 Sauvignon Blanc 我知道這裡有很多酒 剛剛慢慢選擇 有四十多種來自法國的酒 這個還混了另一個 Sauvignon的葡萄 不過出來的味道比較清新 說真的 今天這個白酒 其實變成配角 老老實實 都要的 調一調的鮮味出來 我不是開玩笑 我就是先試一隻蠔 而且這些都是季節性的食品 不是每個月來都一定有得吃 也是的 所以這間餐廳也是這個月份 就是比較集中做這件事 做伯母 對 剛剛你不是說人生一定有一個 蔬材仗義的朋友嗎 當然 我在想西班牙和意大利 應該很需要這個朋友 這個朋友不知道會不會是德國 在想 會不會是IMF 或者 都可能 甚至乎中國都不出奇 因為經常都叫他們買他的國債 對 但是說這個歐債危機 又開始重現了 燒到去西班牙和意大利 講到意大利 其實現在負債有一萬六千億的歐元 比西班牙其實都是七千億左右 還要多 還要多一倍多 更加高 整體就是每年的所謂GDP 就是國內生產總值 那是不是有爆發的一個債務危機 其實這件事知道了很久 如果不是 歐洲央行就不用那麼緊張 不斷減息 減到歐元年勢以來最低的息率的水平 0.75厘 更加也擔心除了希臘之外 其他歐元區的國家 可能都面對著償還債務的壓力 不過其實這件事 全世界都知道了很久 結構性的問題 對 但是也因為這樣 看到歐元就一直跌了 也對美金跌到真的 慘不忍倒可以用這樣來形容 甚至乎我也會有個擔心 就是好像現在 剛才你也說到西班牙 它現在十年期的國債債息 已經是7.5厘 換句話說它債息不斷上升 它未來融資成本就只會不斷上漲 即是對於無論是國內經濟 以及整體債務的成本 都會持續上升 對國家的經濟前景很不利 即是歐洲央行 即是擴大穩定基金 經濟 那些有沒有用呢 幫到多少呢 感覺上仍然是用錢買時間 幫就幫到的 幫到少少 始終歐元或者歐洲 真的沒有美國那麼幸運 又或者沒有美國那麼厲害 因為大家都知道 歐洲很多國家都欠人很多錢 債務水平很高 不過怎樣高呢 都不夠美國 美國國債目前的規模 都有16萬億美元 為什麼它又沒事呢 因為沒辦法 因為全球 只是說外匯交易 有八成都是美元相關的 說到這些貿易 有五成都是用美元的 還有甚至乎 環球的金融市場的產品 或者國債 亦都主宰著市場 所以美國總是 債務一直上升 都沒有人敢惹它 還怕它 萬一發窮惡 就更麻煩 所以現在反而見到 美國國債的實質收益率 就不斷不下跌 十年期的國債息率 已經跌到七個一皮 可以這樣形容 反而歐洲國家的債息成本 就不斷上升 這個反映得到 其實大家都欠人錢 但歐洲那些 就慘過美國很多 不同命的 但是始終環球金融 都是動蕩 公司業務 都應該不是做得那麼好 你覺得 有些公司公佈業績 特別是蘋果公司 也想問一下 業績第三季就升了 兩成一 兩成一 但是預計 接下來都會是差的 除非它真的出iPhone快 究竟不是這樣 當然 有些人就歸咎於 蘋果這個季度 只賺了88億 盈利增長 只有兩成一 賣了所謂 只有2600萬部 iPhone那麼大把 那些人就說 因為你想想 iPhone4s 都很久了 樣子有沒有改過 都賣了2600萬部 都算是這樣 都算很厲害 iPhone5還未出 甚至是否叫iPhone5 都未有人知道 只是知道可能這些配件不適用 不過我覺得這樣 其實從蘋果的業績 再引伸出去看其他問題 都反映得到全球經濟的放慢 尤其是譬如中國 甚至乎歐美國各地的影響 當然蘋果的業績 可能大家都會歸咎於iPhone5未出 但是看回其他企業的業績 例如一些奢侈品品牌 例如Burberry 看得到在過去去年的同期 原來增長是六成一 但是今年 兩個數目字掉轉 只剩一成六 那就慘了 即是反映得到 究竟是不是真的 內地的消費力是降低了 也導致這些由電子消費品 甚至乎半車子品的零售 是有個持續下跌的壓力 即是未必關公司的業務事 基本上是全球一個趨勢 都是在萎縮中的消費市場 是呀 這個就是市場最擔心的 當然 當然也這樣說 因為隨著歐元不斷貶值 事實上 人民幣 短線來說 雖然也看到 對於美元來說 是有少少貶值的壓力 但是對於歐元來說 其實是升值了 很簡單 對於一些內地的遊客 他們去到北美洲消費 可能購買力 略為下降了 但是如果去到歐洲消費 例如買袋 其實更便宜了 因為人民幣對歐元 其實並沒有貶值 還有少少升值 所以我覺得 也能解釋到 個別車市品的股份 過去第一季的業績 為何沒有受影響 像普拉達 歐洲和意大利的爭取 仍然可以保持到 可能都會基於這個原因 不過第二季很關鍵 因為如果第二季保持不到增長 那就真的 可能是受到全球經濟放慢 所帶來的拖累 其實也不用這麼悲觀 有些車市民都還做得起 對啦 不過肯定是放慢了 尤其是那些過百萬以上的 手錶 駝飛輪 肯定銷售速度會慢了 即是不會再豪爽 不停掃貨 一定是 不過外出用線的 好像沒有大減 尤其是 Find Dining 可能南州人 都喜歡有酒 今早醉 最後 我想問我們的投資倉 會不會有機會 轉一下 買些什麼 暫時都不動 市場這麼波動 一動不如一靜 那這港股會不會繼續沉迪 我覺得一萬八千局 暫時都應該會有一個支持 因為短線來說 一些 譬如電訊股 之前都有少許轉勢 好像中國聯通 中國電訊 這些我相信強勢都可以繼續 但好像匯豐面對著 又洗黑錢移雲 又操控倫敦銀行同業策息 我想它短線都沒有運行 甚至乎就來公佈業績 我也會覺得匯豐在成本對收入比率 以至到股本回報率 應該都達不到標 我想它應該都會跑輸大試 此燒比章 指數就沒得動 好啊 那你再看看下個禮拜 會不會有機會再轉一轉 好嗎 我覺得好像歐洲人 正好 就是有酒今早醉 好啊 最重要 吃了海鮮 先吃了這一頓 謝謝 好燒 好燒 好燙 看 好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